紫質素 因為紫質素具有兩個特性 第一個是每個元素的紫質素都一定不一樣 第二個特性是 每個透過固定 它是固定的,它不會變來變去 它如果變了,它就直接變成另外一個元素了 就這樣 算了,不要順去 所以原子量是紫質素加中質素 代表的是一種質量的感覺 一個原子的質量的感覺 所以當一末的某個元素的時候 一末的某元素的重量是多少 就等於它的原子量 有沒有問題 假設那的原子量是23 一末的那幾克 你給我手、肩膀,什麼意思 你要說什麼 我說什麼 那的原子量是23 一末的那幾克 二末的 二末的,二三克 為什麼 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 一末的 一紫是 那個什麼 一公克 然後 它的原子量是23 那就代表它是 四十加中質 那加起來 那裝子一末也是 那個一顆 那就代表說 假設它是 兩顆 兩末的話 所以 這樣的話 就是 它有 本來他們 加起來的23 然後 一末兒 一末兒出去的話 就會照前面那個 對面的23 OK 講得非常好 耶 差一點 非常好 非常好 差一點 我差一點 一千打直 就 剛剛照光解釋到這個意思 一個原子裡面它的 值子加中子 中子 加起來數要有二三的話 那一末兒這個原素 表示裡面的 值子加中子 值子數 這個中子數 就是23 再次它一末 對不對 每一末兒的這個任何東西都是一克 所以有23個就是23克 那分子量也是一樣 這個分子裡面有158個 值子加中子 所以一末兒是158克 好 繼續 其實 有時候必須複習 是因為真的 假設你們前面沒有理解 我們往下講 很好的話 事實上就是聽不懂了 聽不懂的話 後面會講 全部都浪費時間 所以要回來複習 或是回來要隨時提醒自己 我真的沒有聽懂很重要 所以你們任何時間 只要沒有聽懂 不知道我現在講什麼 老師現在講什麼 最後現在講什麼 要喊咖 混清楚 往下講 這樣子你就會學會 你也很清楚你的問題在哪裡 你如果連問題在哪裡都不知道 那就不用講學會了 你如果連你自己現在 為什麼聽得不清楚 都不知道 那我們這個都 表示你的問題會在更前面 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連現在聽 根本就不知道在講什麼 聽也聽不清楚 那講外國話一樣 那表示你聽有最早的問題 沒有解決 好不好 一定要當下要喊咖 你要去解決 一定要隨時隨意 注意解決你當下的問題 學習都很簡單 學習沒有跳的 學習不會跳 學習一點 加上一點 再加上一點 慢慢累積起來 跟蓋房不一樣 你不可能 一樓蓋完了 蓋二樓直接蓋三樓 不可能 對 要加二樓 蛤 你這幾個根骨架 那也是要上去 你也是要有桿子 撐上去 你沒有桿子撐上去 假設沒有 連那個都沒有 你三樓怎麼架 可以加 那你直接加一樓 沒有聽得錯 直接在做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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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把你的二樓命名為三樓 是 是 現在也沒有四樓對不對 我們四樓是 四樓是個名 沒有四樓 一二沒有四樓 為什麼 四樓 為什麼 四樓 所以說四樓的地方 它會沒有四樓 其實四樓 這也是五樓 剛剛四樓 沒有 一般太平均就換一夾四樓 好 OK 回來回來回來 反正這四樓就要排名 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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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們假設現在一樓的 流在流通那 158克 我們158克流在流通那 倒進去了 那 這個分子是 我需要幾樓的 嚴重跟它反應 兩樓 需要兩樓的 兩樓的嚴重幾刻 兩樓 我們還需要別的分子這樣 青是一樓 綠是 三樓 不是 還用三樓 還用三樓 綠是三樓 所以一樓的 一樓的嚴重幾刻 蛤 什麼 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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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樓幾克 三十六 三十六克 我需要幾樓 兩樓對不對 我需要三十六 HCL 那幾克 兩樓 對不對 所以等幾克 七十二克 七十二克 有沒有問題 七十二克就是想像 七十二克大概有多少 想像一下七十二克大概有多少 那你不要太好 我笑不出來 想像不出來對不對 現在只有一點點 七十二克相當於就是七十二 是毫升左右 就比一平洋的都還少一點 比一平洋的都還少一點 可是一百五十八個算是比 一百五十八個跟七十二克來比的話 是一百五十個相當多一點 可不要多 這麼多的 部體要用一點點水把它全部攪拌在一起 都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實際上做法 我們也不太用強酸去做 我們先把這強酸稀釋 好了 所以我們把這東西調成了一百的容易 一百的容易 我調成一百的容易 好問一下 什麼叫做一百的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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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答沒有用 什麼叫一百的容易 這個才剛講完 上禮拜有人問我 什麼叫一百 這是體積莫濃度 是不是體積莫濃度 什麼叫做一百 什麼叫做一百 一個體積莫濃度 什麼叫做一個體積莫濃度 什麼叫做一個體積莫濃度 預備 濃度 濃度 對不對 就是比您講的 什麼除當什麼 什麼除當什麼 分母是什麼 體積莫濃度 很重要是叫體積 還有莫 才變成濃度 體積沉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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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想跳 看你跳下去 什麼體積沉莫 摳一點 體積沉莫 你不敢嚇口 你想我等一下寫 我幫你多一點 好啊 寫五點 你在上面 沒有用 那邊才有用 謝謝啦 好啦 體積莫濃度 你看家裡才會講的 這麼簡單沒有家點 這麼簡單沒有家點 體積沉莫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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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 什麼體積沉莫濃度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體積沉莫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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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沒有聽聽聽 等等等等 我也聽不清楚 體積沉莫濃度 體積沉莫濃度 等於 問母是什麼 文子是什麼 文子是什麼 應該問哪一個 你就問問母的文子 東文的 東文的 好 你現在回答我家一點 什麼 沒有了 然後咧 還沒有體積 廢話 什麼體積啊 以什麼為單位啊 以水 不是以水 這是容易 不是水喔 容易 容易只是混的物 一毫升 你什麼 一毫升 錯 摳一點 不是說凡是要猜得你 猜 猜啊 我猜 猜錯了啊 我跟你講猜錯了啊 這樣嗎 猜 不能猜錯啊 看這個多少毫升 等他講毫升啊 一毫升啊 一毫升 因為如果是誰 一千毫升的話 就變一千分之一啊 就變0.0就不會是一啊 不會是M 一公升 一公升 一毫升 一公升 一公升 分之一毫 容力一公升 容死一毫 就是一片的濃度 這樣記得嗎 記得了嗎 記得了嗎 猜起來了 記得了嗎 記得了嗎 好 猜起來了 在這個燒杯裡面 我已經秤取了一毫的 由那個算倒進去 我希望加進去的液體 不要太多 假設我希望加上 大概三百毫升的液體 三百毫升的液體 是什麼意思 就是 一公升的十分之三 三百毫升 我的意思是 容力叫做什麼 液體 就是容易啊 很容易啊 所以你要先把這個調出來 調成容易 調成三百毫升 對 容易是三百毫升 好 那請問一下 我們可以調成 幾毫升的液體 有懂什麼意思嗎 我需要讓他滿意 所以我需要兩毫升 對不對 可是我又不是 我杯子沒有很大 我怎麼調成三百毫升 所有的液體 那這三百毫升 是幾毫升 怎麼帥 我聊一下 我忘記了 還是要用這個計程 還是要兩毫升 對 還是要用計程 需要兩毫升 所以變成幾毫升 T12需要幾毫升 很容易 那個T12是一毫升 T12是兩毫升 因為一毫升是36 對不對 這是36 好 需要兩毫升 可是 可是我的容力 不只能調成三百毫升 因為太多 會滿出來 可是我想跟他反應 所以我必須 先調出一個 岩磚容力 再把它倒進去 怎麼會是幾毫升 三用三毫升 三用三毫升 怎麼來的 怎麼來的 因為 誰是誰 那個 銀墨除上300毫 銀墨除上300 0.3 對不對 是又一嗎 銀墨 為什麼銀墨 就是兩毫 對啊 我需要兩毫 所以應該是2 2除上0.3 這知不知道怎麼來的 知道 怎麼來的 0.3 就是因為 它是一千分之三 對 對對對 然後20它是很容易 對 可是我需要這麼多濃度 我需要這麼多濃度 所以是 大概是 3分之二十 對不對 它很奇怪 它是20m 所以要調3分之20m 沒有計算機都可以算 好 把它加進去 這就是我所需要的濃度 所以按照正常理想的話 假設完全反應的話 這樣是可以完全反應的 對不對 一毫的留在流根那 會跟兩毫的嚴重含義 我這邊有三分之二十m的溶液 我用了0.3毫升 對不對 所以當我撐到0.3的時候 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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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兩毫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我三分之二十m的溶液 300毫升倒進去 這個溶液裡面有多少的溶子 幾末 幾末 你要說什麼 扣結 我拿了一個溶液 是三分之二十m的溶液 我取它0.3公升 0.3公升 我倒進去0.3公升 我倒進去了多少溶子 這個溶液裡面有多少溶子 幾末 我都已經摔不來了 這哪一條溶 是不是 好了 那我們如果簡單一點的話 就沒有加點 沒有加點 沒有動機 都要這樣子嗎 我們需要有一點點突然 哇 很經驗的那個結果 就會加點 可是你平常要有保持回答問題的習慣 假如要取兩面的容易 我取了0.3公升 許願這個裡面有多少溶子 2m的溶液我取0.3公升 請問這裡面取了多少溶子 多少 多少 0.6末 對不對 是不是1.6末 不知道什麼來的 難得 難得 你看喔 假設1m的溶液我取了1升 裡面有多少溶子 這是很簡單 1末 是不是1末 是不是 1m的溶液我如果取了0.3公升 就少取一點 裡面幾末 0.3末 沒有問題吧 那如果是2m的溶液我取0.3公升 會有幾末 0.6末 是不是這個意思 簡不簡單 這沒問題吧 所以有時候你只想一下也要 不用去記 不用去背 不用去記太貌 想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2末的東西 我如果取了0.3公升 我就得到0.6末的溶液在裡面 對不對 所以有3分之20m的溶液 我取了0.3公升 我裡面有多少溶液 有3分之20m的溶液 我取了0.3公升 我裡面有多少溶液 有3分之20m的溶液 我取了0.3公升 我3分之20m的溶液 我取了0.3公升 這是300m的溶液 我裡面有多少溶液 那你们是解释了 千万不要用3-2 我为什么3-2是没有化态 为什么没有化态 因为你这样去乘0.3 你是很复杂 你要6先乘0.3 再把3-2乘0.3 是麻烦 可是我如果用 你看我若用 3-2乘0.3 有没有简单一点 好像有耶 这比较简单一点 我就可以约分了嘛 1对不对 现在23乘0.1 哪有多少2 就解决了 所以你在计算过程 然后有时候不要急着去化解 然后你把它变成 这种复杂的分子 不用那么复杂 好 所以我调为较容易 是3分之20M的容易 我取了300毫升倒进去 可以开始反应了 反应很好 反应完成 可是我如果想要让它加速反应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什么条件 第一个加温 第二个搅拌 第三个把留在油身上切稀一点 去去去去去去去 它有什么方法 这就有别的方法 改变浓度 改变浓度的方法 我把3分之20的浓度加多一点 因为你想想看 在这边撞起到留在油身上 除了盐出来 是不是有水分子撞起 对啊 水分子撞的没有用啊 它不会反应啊 对啊 不要加水分子就好啦 对 所以我就把盐酸的浓度增加 我是增加碰撞的体位 所以这时候是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浓度 我如果把这个浓度增加 我就可以增加反应的输语 会反应快一点 它跟搅拌就很类似 那如果把水全部都炫掉了 那就是浓油酸 当然可以 但是我刚刚讲过了 158克的粉 你加一点点容易很难搅拌 需要快速的搅拌 你很难搅拌 这时候只是没办法搅拌 不容易搅拌 所以我们现在要加上一下 水它会比较好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它才能说容易反应完整 因为假设搅拌不均匀的时候 你看 这有这么多的粉 就我岩村倒进去 农岩村 那种百分百的农岩村 倒进去 就只有这一块 反应掉了 反应掉了 这边还没有反应 它一样反应不完全 对 可是我用水 它怎么搅拌在一起 我反应反应会好一点 所以浓度是一个前提 浓度就在这边 就会变得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知道 音响反应数率有几个 温度 影响反应数率的音速度 面积 面积 还有我们有多少次 就是搅拌 搅拌 还有呢 温度 面积 面积 刚刚不是听他就讲面积 因为面积讲三倍就变三个 面积的真实 接触面积 搅拌 温度 这边选第四个 再浓度 OK 第五个 第五个 什么第五个 虽然我这边写十大因素 十大因素 应该少到哪一个 第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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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种反 所以解人 反应在路 才是反应 五度 五度 表面积 浓度 反应数 他这边有搅拌 搅拌实际 跟什么有关 搅拌是跟 空洞助理有关 但是 但是 有些时候 我们不太能够搅拌 但是搅拌实际 是有时候会加速到反应 好 但是我们这个搅拌 不是我们最大的因素 第五个 第四个最大的因素 就是吹化剂 我们看课本的 我这边是第八七 我看我们课本的第一 是第六小节 吹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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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手 吹化剂 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酸痒水吗 好他是用酸痒水 好了 我们来写酸痒水 如果有人设本的 不太要 酸痒水是小氧化剂的 蛤 他是氧化剂 他是氧化剂 因为他有两个氧 所以他氧都跑出来 所以滴到汤口是干嘛用的 消毒 滴什么 滴到汤口是干嘛用的 因为他的氧会出来 把细菌给杀死 所以他是消毒 消毒用的 他是消毒杀菌用的 所以变成白色泡口就是那个 他消毒了 变成白色泡口是氧气 他死掉了 不是 细菌死掉 他有一部分氧气会就是跑掉 他真的在反应的时候 你看不到 因为他太细微 看不到 但同时间他会把你的细胞杀掉 为什么有时候第一体试之后 在第二次就不会有层次白色泡口 这个都一直这样 我解释给你 好 这是双氧水 双氧水可以买一个什么 它变成水 加上氧气 好 有没有平衡 有没有平衡 我快就 好像多出了一个 多出一个 非常好 多出一个什么 有 221 轩语在哪里 我没有 你还没有 他怎么会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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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学太久黏附了 学库 我应该把学库 你再到这里 可以接受 他要这样 还是 你还是 你就加上练习 不会啊 好 学医加一点 学区 学区 这个没有平衡 所以怎么平衡 好 是什么 把手拿掉 你刚做什么 我刚没提醒你 这准备 白个仰 白个仰 不可以先白个仰 这样 那个 头先调一下 来 我们看看怎么左手 这问题是怎么左手 右边的那个 应该所吸引 变成二分之一 OK 先把这个变二分之一 这样是平衡的 二分之一 这样是平衡的 对啊 对嘛 可是变二分之一我不喜欢 所以我们把它变两倍 你怎么那么合 是不是这样是平衡的 OK 好 那就是一个啊 一个可以不用写 一个可以不用写 因为把二分之一成二 我还写下一 让你这么多写 把二分之一变成一 都是你二 OK 好了 这是双槌的反应 双槌的反应 人的反应快不快 五 快 快 为什么 快 快 为什么 因为滴到股口上 就有这个泡泡泡出来了 滴到股口表上 是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啊 对 他就不是直双氧水啊 应该是慢 应该是慢 为什么是慢 不然就放在这里 加一变成一变 OK 被他跑 对 这个 聚这一点就可以加一点 哦 因为这个挺大方 就是 我的意思说 丙元在解释这个东西 他就解释了他的真正的意义了 好 你们看 我觉得是快 我觉得是慢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说 没有说什么 但是那是已经知道定的现象 哦 好 双槌水反应是快还是慢 慢 简单一点就是看双槌水吧 诶 没有反应 很慢 有反应就不要搞搞 不要那么快 所以你会看到 双槌水碰到股口 反应快还是慢 好 为什么双槌水反应是慢 那判断上都变快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提依和解力 还有许多 因为我们体内的物品跟它 可以很快的化身 化血 变哪一变 因为体内的物品跟体内的物品 是一样 可能是要好够 哦 我知道了 所以 又有一个下去 温度增加 温度增高之后 又加它的反应速度 OK 等一下 你在干嘛 小怕 他脚弄了 你脚在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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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太无聊了 他脚在眼上 不能什么事啊 人家坐的椅子 哦 那别停 你脚在眼上 扣一点 不用 不需要那么生气 只需要那么生气 好 所以 伤口的关系统有什么东西 一个是跟它在反应 一个是 促是它反应 刚刚宣言说 有可能是体温的关系 然后反应 这有可能 因为我们讲温度增加 会增加反应速率嘛 所以酸汤水 如果放在医药箱里 放很久的时候 请问它们功能 没有 为什么 它可能就慢慢变成 然后那个 手 对 它可能慢慢就反应掉了 就都跑了 羊都跑掉了 它就变成水了 有没有 没有用 可以喝 就没什么用 可以喝 可以喝 还可以变成双水 水上的水 可是双水就不喝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痒 有什么 有痒 有痒 那所以水可不喝 可以啊 所以因为有痒 所以没有痒 因为它是爽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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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多一个痒 所以它那个双痒水的多那个痒 它就有强的痒化力 好奇 会的为什么要 和了你的食道可能多细胞就死掉了 你的胃里面的细胞可能多细胞都死掉了 对 所以为什么现在三口不喜欢用双腿去消毒 为什么 太毒了 因为它效果多 然后会把你三口旁边的细胞也杀掉 所以你的细胞反而不容易愈合 我就知道 你知道它反而不容易愈合 因为它不容易长 你的细胞就被死 你本来受伤就有受伤 你的细胞就是细胞 细胞只是被切开而已 所以它这个细胞都在还是活的 它很容易粘起来 我用过的细胞 我跟你讲 曾经有一次 我这边有的三口 在做的东西 一切 这边有的三口切开 那三口大概就 就是你看看 如果你手这样子拉下 然后三口来之后 大概是半公分的 那深度的话 大概是 也是要半公分的深度 还蛮深的 我这个很痛 然后但是我想 因为那天上架子 很容易很方便 我就把它用个组胞子撑住 撑住 让它三口不会拉开 就撑住 所以让它回来起 你用组胞子放在一起 因为它手会自然会压下来 它就拉开了 因为是在这边 所以我就用组胞子撑住 手就合不起来 合不起来 那三口就合在一起 对不对 合起来就把它绑起来 就用胶带上缠一下 胶带 这样 胶带把那个组胞子 缠在手上面 没有缠 三口 三口是没有缠到的 然后 我就让它放了两个小时 就好 它就黏在一起 哦 它就黏回去 细胞就黏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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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像之前 刚喝到的东西 三口是怎么 三口是这样的 那它很脆弱啊 所以它又拂开了 对 所以我那竹筷子 我只是看一下 它有好一点 我们就再放一天 我觉得竹筷子黏一天 竹筷子黏一天 竹筷子黏一天 它就好了 就只剩下上面 表面在枕上 用力摸开 后面摸开 后面摸开 会很脆弱 但是没有像 两个小时光那么脆弱 就是 你隔了一天 它育饵的装饭已经很好了 它育饵的装饭非常好 所以把筷筷拿开 我这手不会折 所以如果 因为它僵化了 拿下都已经不会折了 我说拿下来 那时候不会折 因为很僵化 但是你要复习一下 你要稍微 要复健 那时候要复健一下 对 对 那个鞋 我这次偷偷也不会折 它不能缺少这个 它就要复洗 就是你要压 要复健 你要压 就是要压 你要压 你要压 让它洗到那个角度 我把身影 你把什么 你把什么 如果我去装 把身影鞋斜开 可以这样可以 我可以 身影鞋出火了 太厉害 所以说很新鲜就可以这样 蛤 很新鲜就可以这样 对啊 我看降菜的时候 那你报应件之后 我不确定 这我不确定 但是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这边细胞是火的 因为两边还连接身体 两边都怎么样 还连接身体 还连接身体 所以我身体会有氧气给它吗 你这样 我们讲过器官衰竭 或者说今天一个人会死掉 器官会衰竭 或者你的皮肤会死掉 为什么他的皮肤会死掉 重点是没有氧气 好 养分还不是很重一点 养分不是那么重 因为养分是在每个细胞里面 都是养分 它就会有能量 但细胞很难处置 氧气 所以你细胞才没有氧气 它没办法 因为我们现在的细胞 没办法自己呼吸 我们这种所谓的高冷动物 我们的高冷动物 已经分化到 我们的细胞没有独立呼吸了 什么 你懂意思吗 像一般的什么阿里大猿蟲 带细胞生物 它直接可以跟我们一起交换 就可以呼吸了 我们的细胞已经没办法 独立呼吸了 它必须靠什么 孙气 靠血液 它必须洪血的时候 跟它做交换引擎 所以你空气 如果它这细胞 你这细胞就没有得到氧气 所以我不知道鱼会不会 所以鱼没有那么高等 所以鱼它可以跟空气 有点交换气体 它可以吸气 所以鱼它可能还可以活一下下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一般 我们像人类的 人类的细胞 如果皮 你剥下来 你放人 它就失掉了 它皮会在长 你要简单检查它 它会不会 它是活的还是死的 就放人 你看明天那皮会不会变大 呵呵呵 好噁心 啊 什么 它在脱水 但是 如果你表皮是活 它里面上它会 那你可以把它泡到水里面 看它是活的 所以 有啊 有那种培养细胞的做法 它就是把细胞 比如我今天表皮 我今天上上上 它从屁股切块皮 先把它稍微割开 要拉 快一点 要再贴回去 譬如我手在那边烫上 没有皮 它把屁股的皮 移植过来 让我这边臭丑 到它没有表皮啊 没有保护我自己啊 所以我把我皮股的表皮 切下来贴在那边 贴在那边 它会把细胞的表皮 先再割开一点 往中 拉开 你看过那种往中 一块皮 如果你这样切 所以我会先 那今天有透气 不是透气吗 你这个切完之后 你一拉 这个皮会多四倍 对啊 你中间皮会多四倍 它会再长得来 它只多一点点 它会长得来 就是你 譬如你从这边贴 切那么大块贴上去 你只有切那么大块 我皮不够用啊 所以它会忍 所以它会忍 把它皮再多一点 拉开 它可以长四倍的宽度 它可以 可用的面积是四倍的 它会长得来 所以你可以把一块皮 变四倍的凉 再丢回来 这种面积就够用了 好那 这皮 这皮被割下来之后 我刚才不是讲的 没有氧气图它就快死了 那怎么办 给它氧气 就给它氧气 所以它放在皮上里面 不能用酸水 酸水就死掉 要给它大量的 含氧的水 要含氧 含一些葡萄糖 让它这些细胞有办法 因为氧的含氧不够 它会直接剩进去细胞 这细胞就活得下来 哦 所以这个是要特殊素的处理 你如果在那边 我就把皮剥下来 丢到地上 或丢到水里面 这水里养气不够 它就死掉了 OK 所以我们的细胞 这样很难从空气 用直接搅拌空气 那所以 为什么要再把屁股的皮 切下来 直接在脚上 只要手的皮长出来 就好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你会烧烧烧烧烧 蒸皮都用外掉 蒸皮稍外它就长不回来 哦真的啊 对对对 蒸皮就像什么 比如像我们看到这边有个结痂 这皮是 这皮肤跟表面的皮肤是不一样的 这表示我这边的皮已经伤到 蒸皮层了 蒸皮层啊 蒸皮层是 复制 复制表皮的一个细胞 你蒸皮层已经过外 它长不出因为它的皮了 哦像这个一样吗 对对对对 像这种结痂长不一样 那表示那边已经 蒸皮层被过外掉 所以我 我是要补蒸皮层 所以我从屁股切一块皮 是要把屁股的蒸皮切下来 因为屁股那边就少一个 那你在从这边再补啊 要把变成四倍 再贴回去啊 好像睡觉不舒服 要不会长得皮 要修饰啊 当然你如果屁股的皮切下来 你要先趴着睡啊 论堂睡啊 先趴着睡 反正你再想办法 好 OK 好 好 我们看一下双烤水 双烤水 双烤水 双烤水很常的氧化功能 它可以把气氛给杀死 因为它皮股一下天后 杀了氧气 让它氧化掉了 好了 那双烤水会不会很快的反应 不会 因为它 放在那边可以 我们观察它 放在那边放很久 它都不会有气泡 对不对 放很久很久很久之后 它一定是没有气泡 它就已经失效了 好了 那双烤水 我们发现它如果用 像刻本一期的时候用的 荷氧化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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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进去一下子就跑跑跑跑 气泡跑跑跑跑跑 就跑出来了 比方說凡音加劇 可是凡音完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水 過濾掉 就拿去測二氧晃膜 發現二氧晃膜還是二氧晃膜 二氧晃膜沒有差異反應 可是二氧晃膜為什麼這個功能可以讓水 雖然有水很快的變成水 為什麼這個功能 就會搖防 它是要在交換講沒錯 因為二氧晃膜 二氧晃膜 猛是一個猛擦淹石區 猛在哪裡 猛在哪裡 快點擦淹石區 找不到耶 可以試拿去 我會找 我也找不到 你們慢慢找 中間那區 中間那區猛的淹石區多 我找到25 猛是25 猛淹石區25 不要看到外圍的墊子 新的墊子 準備 2 8 8 8 7 是不是這樣子 它墊子很多 墊子很多 它雖然是兩個氧反應的 但是它還有能力跟別的氧反應嗎 對 就是可以 暫時要一個氧 暫時要一個氧 它還有能力提供多的墊子 或把提供多的墊子給氧 就是可以跟氧稍微碰一下 就是簡單來講呢 猛 有療到活了 可是它還是不滿足 它會年花樂草 所以它看到這邊有個氧 這個氧也是有點強 無性出強 因為水一個氧就夠了 現在是暫時了 可是水在這邊多了一個氧 所以這個氧也不穩定 猛呢 就會偷偷的把這個氧 拉出來 像別人老婆 拉出來之後呢 被這兩個氧發現了 反應就趕走了 所以這氧跑不去了 可能算這個 趕走的氧不會 自己再跑回去嗎 不會 為什麼 因為它穩定啊 這才是穩定啊 這是不穩定啊 對不對 這是穩定 這是不穩定 所以這氧被拉出來 就回不去了 所以這氧是否跟另外氧 變成氧氣跑掉 OK 所以猛 對氧後猛在這邊做什麼功能 偷別人老婆 你可以這樣 他偷別人老婆 那就是不得把別人的氧給搶出來 讓他丟出去 搶出來丟出去 可是他有沒有變化 二氧晃猛在整個反應完畢之後 他有沒有變化 沒有 他有變三氧晃猛 他壓過手手 然後變四氧晃猛 還是沒有太算 二氧晃猛而已 對不對 所以這叫做吹化劑 請問一下 他有沒有參與反應 他有沒有參與這個反應 沒有吧 反而有吧 他先把人家氧搶過來 再把他丟出去 表面上是沒有 表面上是有 他有參與反應 但你反應的前後 脊弱是一樣的 所以看起來 從結果來看 他沒有參與反應 但真實的過程當中 他只有在裡面 把他氧搶出來的過程 如果沒有他 氧會不會被搶出來 不容易 不容易 很慢 對不對 很慢慢的跑出來 可是呢 當他跑進去之後 對不對 他一年 就算是沒有 西門慶 西門慶 他會紅心出牆 還是會 只是很慢一點 他可能西門慶太帥了 他就直接紅心出牆 可是當他沒有看到西門慶之前 他可能看到 武松他就講紅心出牆了 對啊 所以說 他買了這個區域 是會反應 可是他反應是反應慢一點 可是看到西門慶 就直接反應了 對不對 可是反應完之後 西門慶還是西門慶啊 潘金典又死掉了 對不對 他就出去啦 西門慶也是知道要過什麼 西門慶是 西門慶是被捕中打扯 對不對 可是潘金典去 在金明典裡面 潘金典沒有死掉 潘金典去西門慶他們家是過得很辛苦 因為他西門慶有太多老婆了 所以他被其他老婆裡面帶來 所以就類似像 症狀專業一樣 就是那些 什麼皇后啊 妃子啊 就爭權奪利嘛 就會有些 這個家庭東暴在裡面產生了 所以西門慶是這個催化劑 他只是讓這個癢跑出來的催化劑 但是他在這過程後的餐飲反應 但是反應完畢 他就把癢丟走 所以他反應的前後結果是一樣的 OK 這是催化劑 或者是說我們叫做什麼 叫做觸媒 蛤? 觸媒? 嗯? 這什麼東西啊? 觸媒 跟光觸媒有什麼關係 對對對 光觸媒是另外 觸媒你看催化劑 他就像這個媒人一樣 譬如說 這個男生就是女生 本來很難 就要碰到 因為很避暑 我們講他很內向 內心這個害羞 內向 不容易被人開口講話 所以就讓他們兩個 遇到再多次 會不會結婚 不會吧 這時候就有個媒人 聽講喔 浩瑄很棒 浩瑄好好 浩瑄很厲害喔 他的電腦很強 他可以幫忙裝網路喔 跟女生講說 跟男生講說 你看那個誰啊 那個長得很可愛喔 他很乖喔 他怎麼樣怎麼樣 這兩個就開始 又有點異識 然後後面就結婚了 對不對 好 這個功能 我在講這些話 有沒有跟他們結婚 不會 沒有喔 我沒有跟他們結婚 沒有跟那個女生結婚 但是我幫助他們兩個結婚嘛 所以我是沒人 對不對 對 那不是有一個講嗎 幫女生送信給男生的人 最常發送信給女生發 這我不知道 這不一定的 不一定 好 但是不是我先討論 所以在 在這個 呃 OK 好 在這裡面 催化之又叫做 觸媚 他就是當任媚國的強盛 他幫助他反應的人 光觸媚 光觸媚 什麼樣光觸媚 光觸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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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講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什麼 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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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是用奈米材料 後來發現說 當二氧化碳這種東西 做的很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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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細到非常非常細到奈米等級的時候 他們那個現象 那這個功能造了 他就有能量 可以把細菌給反應掉 所以細菌就會死掉 就會有幫助細菌 給他塞一個癢進去 但是細菌得到癢 所以效果跟雙腰水其實差不多 跟雙腰水很像 可是他要照過 但是光觸媚 只要照到光 他就有這個功能 所以他就要光觸媚 所以現在 二氧化碳其實我們常見 像是白色的 油漆 裡面都有二氧化碳 可是白色油漆的二氧化碳 不是奈米級的 所以沒有功能 但是你把它做成奈米級之後 他就具有殺菌的功能 對 這叫做光觸媚 這叫光觸媚 好了 那除了這個觸媚跟這個觸媚之外 我們平常還常見很多觸媚 而且在你身上就有非常非常觸媚 蛤? 觸媚嗎? 好像光觸媚在哪裡 觸媚 這是觸媚嗎? 是 非常好 我們身體就有很多觸媚 哪些觸媚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應該最知道了 光觸媚還是觸媚 不是 不要管光觸媚 光觸媚是二氧化家的名稱 你身體就有很多觸媚了 不是觸媚到有觸媚 觸媚到有觸媚 觸媚簡單來講 它可以加速反應 它可以參與反應加速反應 它本身沒有 反應的前後 它本身還是原來的樣子 基本上 它也可以說它沒有參與反應 但是它可以加速反應 像是胃酸嗎? 胃酸不是 口水 口水是 口水是什麼的觸媚 澱粉 澱粉嗎 澱粉 澱粉 口水是酒的觸媚 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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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變成葡萄糖 會啊 所以你煮熟了 放到一片它就變成糖了嗎 對啊 它不會變成糖 反應很慢 加上一點點小數 或者用口水 你幫助它反應 所以你知道嗎 以前的人在做葡萄酒 紅葡萄酒 它不是採葡萄酒 它不是採葡萄酒 它邊採它就搭木桶 一段時間採 然後吐口水 踩它是吐口水 吐口水 吐口水要反應 加速它反應 好餓喔 現在又沒有 現在又沒有 現在也是吐口水 吐口水 現在也是吐口水 現在是吐口水 吐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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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它有那個量子 是要加這個入口水 來幫它反應 因為那個 那個 那個澱粉他需要葡萄糖 但他不要澱粉 所以他用口水的醋煤 讓澱粉變成葡萄糖 好 請問一下 我們的口水吃了米飯在裡面咀嚼 我們把澱粉變成葡萄糖 我們口水會消失 不會 不會消失 所以口水有參與反應 口水有參與反應 但是葡萄糖 澱粉變成葡萄糖 口水還是口水 它是在這個反應過得很好 參與一下 讓他回來 跟哪裡要分解別的嗎 它是幫助別人分解 幫助別人 像粗美就幫助分解而已 像我們的酵素 身體的酵素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分解 另外一個功能是什麼 酵素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分解 一個是合成 合成的功能就是把兩個東西合在一起 把兩個東西合在一起 對 把兩個東西合成的功能 所以酵素有這兩個功能 所以酵素參與中反應 但是它本身在反應旁邊它就回來了 所以它就變成酵素 所以酵素的觸媒 它可以幫助分解 像那個酵素有分解 對不對 它可以幫助合成 像我們生理的 我們吃了豬的蛋白質豬肉 我們吃了雞蛋蛋白質 我們吃了這個大豆的蛋白質 在蛋白質到身體之後 它覺得什麼 因為分解 它已經分解 所以它合成 它合成我們身體的細胞 再合成我們身體的肌肉 我們肌肉是人家的肉合成 廢話 不然你肌肉怎麼來的 我們肌肉是因為吃人家的高速 我們太有肌肉 因為我們吃小的沒有肌肉 你也可以吃豆腐 吃豆腐的蛋白質 你必須吃飯才會長大就是這樣 你必須吃了你才有材料 不然你身體的組成怎麼組成 你必須從別人的材料來 我們就叫做資源回收 對不對 OK 所以我們現在來統整一下 改變蠻異數的幾個大異數 第一個是 現在是 農度 農度非常好 農度增加碰碰機率 還有呢 面積 面積 研磨馬上變細一點 面積變大 碰碰機會增加 還有呢 垂化劑 垂化劑 就是用醋煤幫它 讓它反應 OK 所以這四大因素 四大因素 好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個叫做可逆反應 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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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57分 五十分就要下課了咧 那就不想了 好的那個 下禮拜 要可逆反應 下禮拜是 對 下禮拜要交作業 一定要交作業